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何府上下一片欢秀之声 今天又是施设正式成立的日子 宝钗黛玉迎春探春 李宛高高兴兴的聚在一起 准备庆贺一番 两大喜事唯独少了贾宝玉 派人找花大姐去问 就是花西人 花西人说一早他就走了 说是出门了 大家听了都不信呢 说这日子他怎么能走呢 不可能 又叫翠莫去找 过了会儿 翠莫回来说真出门了 听说有一个朋友过去了 宝二爷出去调丧去了 贪春说没的事 你把西人叫来 我问问 正说着西人来了 李宛说我们正要找你呢 今天是你二奶的生日 老太太这么高兴 给张罗梁府上上下下来凑热闹 他都走了 再说了 咱们今天施舍刚成立 是个大喜日子 不告假就私自不来 他有什么事 也不该今儿个出门啊 西人说我也着急呢 昨天晚上就听他说 今儿一早有要紧的事 说是到北京王府 说一会儿回来 我劝也劝不住 一大早 穿素衣服就走了 别人都觉得奇怪 黛玉在一旁 心想 我明白了 他干什么去了 可黛玉没说 贪春说 咱们先准备着 等回来罚他 这是贾母派人来找宝玉 西人便回了宝玉之室 贾母伯勒义了 他干什么去了 怎么叫他一个人出去呢 街上车多人多 磕了碰了怎么办 天啊 又凉了 又把他冻着呢 早上没吃东西 别饿着 快派人接去 上哪接去啊 又有人说 他可能上北京王府了 那么宝玉 到底上哪去了 书中暗表 宝玉有自己的心事 他心很痛苦 你别看这些日子 又是海棠设作师 又是陪着刘姥姥逛大观园 怪热闹的 可是他心不好受 他时刻没有忘记 因为自己无心 说了那么两句话 招来了金川姐姐 含冤投井 他的心里很沉重 真比自己挨那顿打 还难受啊 这些日子 他都没有到肖乡馆去 就在头几天 宝玉和玉川闲说话的时候 玉川无意中说出来 金川的生日正巧 也是九月初二 宝玉就记住了 昨天晚上 宝玉就决定 次日一早去得胜门外 水仙庵 烧香祭奠 水中成仙的姐姐金川 于是他就告诉明天 明天一早 你背好两匹马 在后门等着 就你一个人跟着 不许别人去 又告诉李贵 谁要问我上哪去了 你就说去北京王府 倘若有人找我 你给我拦住 千万不许找 就说我让北京王留下 办完事就回来 听清楚没有 李贵明天都不敢多问 连声答应 好 此日天刚放亮 那宝玉浑身春白 遍体挂素 悄悄从脚门出来了 只见明天牵着两匹马 在门口等着 宝玉出来 一言不发 隆江省任登邦安上的马 他一哈腰在头前 沿着街北滇下去去了 明年只好分身上马 跟上来 来都窃进高喊 二爷上哪去 宝玉回头 出城 哎 俩出了城 一口气 跑了七八里路 渐渐人烟洗手 明年说 二爷 咱们这上哪去啊 哦 水仙安 水仙安 哦 明年一拍脑袋 我想起来了 前几年咱们还在那烧过香 还过院呢 再有一二里地就到了 说着 来到了窃进 脸儿 病马而行 二爷 你不是说那庙里的神仙不灵验吗 今儿个上这儿干什么 宝玉说你不知道 平素我讨厌世上俗人 也不变真假 听着风就是雨 听说曹直曹子健 落神父里有个落神 就拿他当水神 还盖了个庙 给供起来呢 那是曹子健的谎言 所以我说的不灵 可是今天 我要古为金庸 借他这个庙 这个神 表辈我的心 去了我的心愿 这个神 叫水仙 正合我的心事 今天是水仙的生日 我去看看他 明言听不明白 心想 大概二爷又犯呆病了 只好跟着走吧 一二里路 闪眼就到了 到了门前 拢住江绳 两人下了马 安里的老姑子出来了 他时常到贾府 认识贾宝玉 一看见宝玉来了 就像天上掉下活龙一样 双手合十 上前的问候 令小尼姑 接过江绳 宝玉 被让进去 来到里边 也不败那洛神神像 他只管欣赏那雕塑公益 这像 虽说是尼塑的 却是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 有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之态 何出绿波 日映朝霞之思 宝玉看着看着 勾起了心事 想到金川 鼻子刺儿发酸 掉些眼泪 这是老姑子献了茶 宝玉说 师父 我要借香炉一用 哎 好好 那老尼满口大呀 煞世间 连芝麻香客 全拿来了 宝玉到了线 说这些 我一概不用 只用香炉就行了 随后宝玉 叫明烟 捧着香炉 到后院去 干嘛 找地方 两个人转悠好半天 最后选中了 井台上 把香炉放下 明烟站在一旁 宝玉从身上 荷包袋里掏出 两块香饼 点上 眼含泪水 失个半里 心里默默念叨 水神姐姐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来看你来了 我对不起你呀 然后擦干泪水 回身告诉明烟 把香炉收了 走 哎 明烟答应着 可没收 他趴地下 光光光 磕了好几个头 嘴里念叨 黄天后徒在上 我明言跟二爷好几年了 虽然不是二爷肚子里混是虫 可二爷的心事 我没有不知道的 只有今儿这一计 二爷没告诉我 我也不敢问 我想这兽计的阴魂 一定是那人间第一 天上无双 极聪明 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 二爷心事不能出口 让我待住吧 若方魁有感 乡魄有情 纵然是阴阳见阁 也要时常来看望二爷 红颜知己 未为不可 更要保佑二爷 来世也变个女孩 和你们一处相伴 再不脱生这虚美 着物喽 说完 邦邦邦 又磕几个头 再爬起来 宝玉乐的 当就给他一脚 你别胡说了 让人听起来笑话了 明年做个鬼脸 收起香炉 一边和宝玉 往前边走 一边说 二爷 既有祭奠之实在身 顿不会听息 吃酒咯 咱们就在这清静地方 吃点素斋 也尽了份情分 好不好 我已经跟老姑子说了 叫随便预备点 咱们吃完就回去 宝玉点头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还真是我肚里的混事虫 脸儿说着 来到了禅堂 果然老你准备一桌素斋 宝玉和明烟 胡乱吃了点 留点鲜火费 便告辞出来 骑马顺原路 往回赶 眨眼之间 他们进了城 到了家 从后门进去 先回怡红院 西人和几个丫头 都不在屋里 只有几个老婆子看家 他们一见宝玉进来了 一个个 眉开眼笑 哎哟 二爷回来了 快把花姑娘积疯了 老太太太太 正做习呢 宝玉一面 忙着把素服脱起来 自个儿找身华丽鲜亮的换上 一面说 哦 在哪做习呢 就在新盖的大花厅上 好 我这就去 宝玉换好衣服 直奔花厅而来 远远就听 讲 锣鼓架声 刚到春堂 嗯 只见狼眼下 站着一个人在哭 仔细看 正是金川的妹妹 玉川 玉川为什么哭呢 因为今天凤姐过生日 这么热闹 见景生情 想起屈死的姐姐 能不心酸吗 在这头几天 宝玉待遇和他们几个姐妹 说生日的时候 宝玉特意问起 她姐姐生日是哪一天 还说金川称了水仙 水神 该到水神庙里祭奠祭奠 接个人都到齐了 唯独不见宝玉 玉川害怕了 是不是他真的去水神庙了 这在外边有个闪失 可怎么办呢 想着这儿 玉川害怕了 他能不哭吗 正哭了 见宝玉来了 止入泪水说 你可回来了 快进去吧 里边都翻天了 宝玉陪笑着说 你猜 我刚才上哪儿去了 玉川不敢答言 擦住泪水 快进去吧 玉川急忙躲了 再说宝玉进了花厅 给贾母 邢夫人 王夫人 失礼站在一旁 众人一看 宝玉回来了 真像飞来的凤凰一样 个个笑竹颜开 家母和王夫人埋怨 你这孩子 早也不说一声 就私自出去了 这还了得 明儿哥再这样 告诉你老子 非叫他打你不可 你把宝玉的几个小丝 骂了一顿 你们就由了他性子 也不来回一声 宝玉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说 宝玉说 我到北京王府去了 北京王的一个爱鸡 昨天没了 我呢 去给他倒烦恼 问安去了 人家哭得那样 我又不好撇见就回来 就多待了会儿 贾母王夫人心以为真 不但不再说他 反而哄他 哎呦 那倒是应该去 路上下着没有啊 饿不饿呀 宝玉撒娇 连几个小丝也饶了 要不饶啊 他们够冤的 这时席人也早迎了过来 大家这才放心的 饮酒听戏乐呵起来 当时演的什么呢 惊差记 说的是王诗鹏和钱玉莲 悲欢离合的故事 众人看的都心酸落泪 林黛玉故意的大声跟宝钗说 这个王诗鹏也真是的 天下的水总归一元 不论哪儿随便咬一碗 俗话说 贱物思人哭声一哭 也就尽了情了 干嘛非得大老远的 跑到江边上去寄呢 宝钗没说话 可是宝玉心里咯噔一下了 心想 怎么他这话像是冲我说的 我不就大老远跑到城外去 到水仙庵的景台上寄电吗 又没法搭茬 他看了黛玉眼 黛玉正看他呢 似笑似不笑的 吓得宝玉 只好低下头 假装没听见 过了好长时候 才起身给凤姐敬酒 贾母坐不住了 和薛姨妈从席上 捡了点好吃的 放在茶几上 然后歪在里间 踏上看戏 剩下的便赏给 不够上席资格的 小丫鬟 拼拆的婆子们 还嘱咐游士 今儿个让凤丫头 痛痛宽宽在上边坐一天 你们替我坐东 招待招待她 难得她一年到头的辛苦 哎 游士答应着 那个人拿过酒 真满了亲自端着 来到凤姐跟前 弟妹啊 一年到头的 难为你 孝敬老太太太的和我 今儿个没什么疼你的 敬你一杯 乖乖的 来 喝一口 凤姐跟她斗 嫂子 你是诚心敬我呀 那好 你跪下我就喝 呸 美的你 你不知天高地厚了 我可告诉你 过来这个村 就没这个地儿 赶紧灌两钟吧 凤姐推不过 只好喝两钟 接着众姐妹也来敬酒 凤姐每人敬都得喝一口 就这阵 赖嬷嬷也带着嬷嬷们敬酒 赖嬷嬷快七十的人了 是贾政的奶娘 又是呢 荣府的管家赖大的妈妈 她的儿媳妇也在府里做事 这算是有身份的了 凤姐只渴又喝了几口 一会儿鸳鸯也端酒过来了 凤姐喝多了 鸳鸯姐姐你饶了我吧 可鸳鸯的嘴也够能说的 奶奶都赏了脸 到我们没头没脸这儿 就不赏脸了 太太还赏个脸呢 凤姐没办法又得喝 这么一来 她左一杯又一杯 可就喝高了 就觉得脸发烧 眼睛也睁不开 这心的嘟嘟嘟嘟嘟之蹦啊 她想回去歇歇 又没有借口 等了好长时间 正好 那耍百戏的上来了 凤姐跟游士说 我的好嫂子 别忘了给预备赏钱 我去洗把脸 哎 快点回来啊 嗯 抽个框 凤姐便出了席 凤姐朝后门延下走去 平儿一眼看见 赶紧几步跟了上来 来扶她 凤姐手搭在肩上 脸儿穿过廊下 奔自己的房 刚走不远 就见自己房里的 一个小丫头 正在那里站着 她瞧见了凤姐 转身就跑 登登登登 王岐凤多精明啊 他一看就知道这里有事 忙叫那个丫头 站住 哪知那丫头装着听不着 捡着往前跑 平儿呀高声喊 你给我站住 这丫头这才止住脚步 凤姐越发起疑心啊 忙和平儿 过来穿汤门 把那丫头叫了进来 然后把两扇门 光就关上了 凤姐坐在台阶上 给我跪下 那小丫头扑通就跪下了 又命平儿 到前面二门上 叫两个人来 拿着绳子 鞭子 把这个眼睛里 没主子的小蹄子 给我打死 这个小丫头 吓得魂飞魄散啊 磕头碰地 一边哭一边求饶 主子饶了我爸 奶奶饶了我爸 凤姐说 我问你 我又不是鬼 你见了我不说 鬼鬼咎咎地站着 你跑什么 我是没看见奶奶过来 是记挂着屋里没人 才急着回去的 胡说 你没看见 我和平儿扯着嗓子喊 你听不见 你聋了不成 你还嘴硬 他一仰手 啪 一巴掌 打在丫头的脸上 打得一闪 差点趴下 跟着 又一下子 来个大锅天 当时小丫头的腮帮子 呜就肿起来了 平儿忙劝 哎 奶奶仔细手疼 别打了 不行 我看他没有实话 来 把烙铁拿来 我把他嘴烙烂了 看他说不说 小丫头一听这话 可吓坏了 哭倒在地 不敢将嘴 别骂我 我说实话 是 是什么 是二爷在家里 大夫我在这儿 瞧着奶奶 说是看见奶奶出来 赶紧回去报个信 哦 瞧我干什么 哎 报什么信 快说 我说了 千万 你可别告诉二爷 告诉二爷非 打死我不可 说到这儿 磕头如同 鸡千碎米样 王兴风说 好 我不告诉他 你说吧 怎么回事 二爷在家 睡了一会儿就醒了 打发人来 瞧二奶奶 说您刚入席 说等会儿才能回来 二爷就开了箱子 拿了两块银子 还有两根簪子 两匹筹子 叫我偷偷的送给 送给送给谁 送给抱二的老婆 叫他过来 抱二老婆收了东西 就跟我过来了 二爷又叫我出来 瞧着二奶奶 底下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书中暗表 这抱二媳妇 就是上文书 我们说过的 乔姐出了天花 凤姐 共拜斗者娘子的时候 同贾连分居了十几天 贾连就跟那个女人 鬼混在一起 后来平儿收拾铺盖的时候 发现了一柳钦丝 就是那个女人的 贾连呢 跟她一直没有断 狗扯羊皮 做那不武才之事 今天贾连 见识凤姐生日 凝容二夫的人都围着她 她不能回家 贾连一看 有机可乘 才找抱二媳妇偷情 没想到凤姐回来了 凤姐一听这段风流事 差点没气死 也顾不得小丫头了 站起身来 往家里就跑 刚到院门前 就见一个小丫头 在门前探头探脑 见了凤姐 也是陌生要跑 凤姐大喊一声 你给我站住 那个丫头站住 这个孩子 心眼活 挺伶俐 一看她阵势 知道不好 不敢拎着 索性 迎过来笑着说 啊 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 可巧奶奶 你就回来了 嗯 你告诉我什么 她是这么这么 怎么这么 是这么 这丫头放低声音 说二爷在家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 跟刚才那个丫头说的一般无二 细听 贾连正和豹二媳妇说说笑笑 贾连那边啊 什么肉啊 肝啊 说的肉麻 那个媳妇笑着说 哎 你胆身大啊 她回来怎么办 没事 她回不来 你这老婆太厉害了 你这个阎王老婆要死了就好了 哎 她死了再娶一个 还这样 那你干脆就把平儿扶了正 她还好 不那么厉害 你得了吧 现在的平儿 跟当初也不一样了 她也不叫我沾边 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 不敢说 你说 我怎么取了这个叶茶星呢 哎 她真该死啊 这番话 凤姐的窗外听得清清楚楚 稚气得浑身乱斗 体似筛糠 又听 为这狗男女夸赞平儿 她起了疑心 哦 这准是平儿背地里说我的坏话呀 好啊 平时那表面上捧着我 你也跟着王八蛋穿一条裤子 我能饶了你 他一挥手 就给平儿几个嘴巴 这平儿心地善良 老实巴交的 一贯逆来顺受 委屈求全 今天挨打 该多倒霉呀 那王岐凤 胡往上撞 仗着酒肢 一抬腿 是破门 而入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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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